记者显会如台北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阵营接连开炮 丁手中今早再批柯文哲让学子陪吃饭 事务化女性很不好的做法 柯文哲日前参加网络节目目标四超完拍摄一日目标影片 柯文哲昨天受访时建议节目团队 点阅破千万的话 就抽出食人和学子与大牛吃饭 但是此举连连哀逼物化女性丁手中办公室竞选总干事王玉敏 昨天率先开炮 批评这样的发言显然是歧视 物化女性再再显示柯文哲没有性别意识 没有市长格局 丁手中今天拜访现议区里长前 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批评柯文哲让女性幕僚 陪吃饭不是很好的做法 他说已经有很多女性朋友站出来讲话 基本上是非常误化女性的作为 是很不好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yl给你 我看看